副邦韩将领队蔡成如在媒体查续中宣布将以骑士精神打造球队品牌固域球场布置开启第一个十年计划 记者廖振辉社 记者郭一杰台北报道 有了新装球场当固定主场后 副邦韩将未来十年成为北部属地球队 判打造汉将王国领队蔡成如今天召开记者会 畅谈今年五大发展方向包括选材训练实战保养硬体 一选材球团安排两位专职球看沈月杰成为志观察新秀 未继重选秀准备也会到国外观看比赛分工合作建立更完整的人才资料库 二训练持续邀请外籍客座教练到秋训和春训指导 帮助年轻选手也协助本土教练吸收国外训练方式和知识 并添购训练器材辅助 三实战将加强勤搜 这部分去年开始与台体大运动资讯与传播学系副教授黄志豪合作 今年继续合作并与新装球场架设大联盟使用的投球数据分析系统 TRACKMAN 四保养复健 过去在一大犀牛时期 球团及腰台师大体育系助理教授李恒如担任运动防护顾问 和降位帮伤兵复健或减少伤况 今年也与李恒如合作 协助选手附件令添购器材强化赛后恢复舒缓疲劳 五硬体设备 包括人在整修的新装主场 去年除赤资4000万元打造球员宿舍 去年 秋训启用两台一军专属巴士等设备 蔡成卢表示 希望给球员更专业安全的环境 也会继续提升硬体 汉将进驻新装十年 以长期计划经营球队 至于终极目标 蔡成卢则说 还是一年一年走 其实每年战绩越来越好 票房商品收入都能提升 有信心今年收入会有所提升 也希望接下来三五年都能稳定成长 再来想突破方式 既然是新北属地球队 蔡成卢提到 好比桃园市政府大力支持援队 希望汉将也能与在地多结合 结合新北市政府的力量会更大 努力帮新装带进更多人潮 在与美日职交流部分 蔡成卢表示 会与国外球团保 持联系 但现阶段尚未设定合作模式 希望自家球队先稳定发展 再慢慢拓展到国际合作 富邦汉将领队蔡成卢 记者廖振辉社